下午有輛保時捷叫車是維庭 在這個新北市盧州的民意街上 當時警方上前就要求駕駛 起火下車來接受盤查 但是駕駛惱成怒 還嗆原警說有種就開槍 而駕駛甚至還拍下了警方的畫面 上網來討拍 他說自己很配合 不懂為何一定要下車 還說自己沒有違法 無緣無故被警察凶 但事實上這名二十二歲的王姓駕駛 他無照上路 再加上維庭在路邊 一直到最後警方支援警力道場 這男子才願意接受盤查 原警上前要男子起火下車 因為他違規停車在紅線上 但沒想到男子卻突然大暴走 聽到原警要他下車 男子不但拒絕還大聲咆哮 態度十分囂張 看到原警掏槍後 依舊雷打不動 甚至還出言挑釁 男子情緒相當激動 讓原警十分傻眼 直到看到大批支援警力到達 才願意下車接受盤查 事發在新北市盧州三號下午 因為民意街有交通耗置故障 警方前往疏導交通 過程中剛好發現 有一輛黑色保石街 違規停在紅線上 深入盤查 才發現這名二十二歲的王姓男子 竟然還沒有駕照 不只要罰錢 原警也禁止他開車離開 讓男子只能看著他的保石節 停在路邊乾瞪眼 只能說無照駕駛不可取 還是要乖乖考到駕照再上路 記者丈軒新北報導